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叫张威,来自中国喜剧学院京剧系 过去呢,我就职于国家京剧院一团,是一名小生演员 现在我也算赶了行单,做教师,教授京剧举目 那么通过跟任老师接触吧,来接触到李宗盛的创作当中来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全新的一次尝试 因为在星际舞台上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这种尝试还真是第一回 今年夏季的时候,在七月份我记得我们演过两场 在古罗西剧场,反响还是相当不错的 主要是得益于任老师这个剧本和他的才华 很多人看了之后很有这种共鸣 对,我也通过这个戏呢,也是自己在创作和人物和这些方面 也得到了一些一定的提高 应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契机和一个机会 我也想借此机会呢,以后更多的来接触这些新的实业戏剧的创作 把更好的东西呈现给青年的观众 谢谢 我是北京京剧院退休的同锤花脸演员,宗囚判 我现在退休已经八年了 从小呢,十一岁进中国系校 跟随很多名家,名老师,我们的前辈 我的老师是侯喜瑞,孙盛文,宋复廷,赵荣心,等等老师 为我呢,打下了很坚实的基础 这一次呢,跟我们的洪秀老师啊,合作这个李宁碑 这种表演的形式呢,我是第一次,就是常识 也没有什么经验,我通过这个演出吧,也是属于接触一个比较新的表演方法 这个洪秀老师的写的剧本吧,相当好 就是写的比较,从文学上,从这艺术上,从这个形式上 就是比较新颖,而且呢,比较深些的 我觉得通过这个表演呢,参加这个演出 使我在这个,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和我以后的发展吧 就是,因为我现在有时候也搞一些教学工作 有些学生也要给他们说戏 通过这个演出呢,也能够提高我 对艺术上的一个更好的一个认知 希望呢,这次演出呢,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把我们这次演出搞好,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戏剧学院复工的京剧表演教师 我叫李健 我这次呢,非常有幸呢,参加五零杯这首戏的演出 对我自己来说呢,在京剧和话剧的表演上 都有一些通过,都有一些如何 我想主要呢,还是想通过这样一出戏呢 把编剧和导演的一些想法 一些剧本上想展示的东西把它全伸出来 我们这出戏的特点在于呢,它会把一些京剧的 京白,韵白,包括京剧的一些舞台调步啊,舞台节奏啊 一些京剧舞台上的一些人物的表演 把它呢,用在这个我们的舞台上 那我想这出戏的看点在于呢,是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画剧 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京剧 它呢,是在剧本的整体的框架之下 在导演的创作上 它要求把画剧和戏剧表演的一些东西 融合在一起 目的呢,就一个就是 就是把我们这出《林飞》中的这三个人物 啊,用这种试图啊,把它全伸出来 把它在舞台上呢,把它塑造好 第二看点在于呢,在于三位京剧演员 来诠释这个作品 啊,呃,我是老生行的 侯老师呢,是花脸行的 我们的张伟岩老师是小生好 那么这三个人物的定位呢 我想在导演初衷上 也是想利用人戏曲的 京剧的这个行当 来展示这个不同人物内心的 矛盾也好,一些个性也好 嗯,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啊,在二十四号二十五号 这两天呢,欢迎大家 到五十五号剧场 来欣赏我录出 李林飞,来欣赏这出 不同于话剧,不同于京剧的 对这部吃烟戏剧 啊,也非常衷心的希望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的卡文出席之后 能对李出席做出您的评价 对我们的演员提出您的建议和意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